十九世纪 阿拉伯裔的东正教徒从叙利亚来到梅尔辛 从事海上贸易 由于人口增加 Mersin东正教教堂于1878年在奥斯曼帝国的允许下建造 这个礼拜堂通常被称为阿拉伯东正教教堂 致力于大天使米加勒和加柏列 拥有最古老的教堂的名称供奉 地中海地区的历史价值 Mersin Orthodox Klesesi古科教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